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嫌犯拒捕 围捕相当激烈 好不容易将嫌犯拉出车外压在地上 其中一名小队长和侦察所 在过程中手受伤了 骨头裂掉 还继续忍着通 将嫌犯压住 警方表示抓的这名嫌犯是天道蒙成员 月初时台中警方大局扫荡天道蒙据点 17名成员抓到16人 他就是逃跑的那一个 后来远警追查 发现他躲在彰化大村出动围捕 没想到他拘捕 还开车撞警察 远警博命受伤忍痛 将他压制逮捕 依组织犯罪妨害公募送办 华市新闻 新闻联明星台中报导